中国从非洲国家每一连进口大概是580万立方米的木材 这个数据是很大的 如果把它形象比喻成我们中国人爱用的这个筷子来说的话 是需要450亿双筷子 很多人把我称呼为Mr.Forest 就是技术公司的名称呢 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一个一张名片 我们投资了从事与林业加工方便 20年前我可能是第一个中国人进莫桑比克这个林区 当时我就爱上这里的树木 觉得它那种一草一木太美了 所以我就决定把我的未来献给木业 后来就开了自己的木材公司 在过去森林的开发是很简单的 仅仅是把木材砍伐下来 但是对于林区来说 它的面积是有限的 而且树木经过上百年的生长 才能维持丰富的多样性环境和健康的生态环境 森林面积的快速减少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木材过度砍伐 另外呢 是因为烧荒的原因导致的 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办法去砍伐 这个林地很快就不复存在 我们最近几年在参与中非森林治理平台 这个平台自2013年在北京成立以后 一直专注于实际的中非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机制 当企业 社会团体和政府 使用科学的方法共同努力的时候 他们可以为中非两国的森林 以及人民带来积极的变化 森林资源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资源 如果现在不去保护它 将来是不可再生的 当我们减少森林砍伐 同时去投资农村地区的可持续生计 这将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投资 为森林带来价值 让当地人获得良好的收入 那么我们就离可持续产业又进了一步 这个是我们支持他们这个村民 种植的一个卷形菜农田 四万棵可以卖到十二万人民币 十二万人民币 孩子可以去送到学校去上学 整个这个家处都可以有很好的这种生活 那么两块钱都可以取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既保护了邻居 也带动了当地农民的生活上的水平的提高 目前有几个倡议旨在帮助非洲国家 学会如何用可持续的方法 保护和使用之类 如果我们能够合作进行改善 这些倡议一定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 与当地社区 与当地老百姓 政府之间的和谐共挨 这个是我认为 一个负责人的企业家 他应该做一个战略上的规划 有一种平衡 我只是因为一个对莫桑比克的一个国土的一个热爱 充满激情的一个探索者 用20年的青春建立了非洲的发展 我自己还是认为 为这个国家做出了一点点的贡献 所以对未来我很乐观 充满了信心 我相信非洲的人和其经济发展 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很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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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